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如果我們拍好的照片 想要那個 我說要請各位把它分享到 那個Google Keep筆記儲存的話 來怎麼做 其實Android比較容易 Apple有剛開始 第一次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設定 來我們用Apple來示範一下 你就把那個手機上常常看照片的軟體 比如說現在這個Apple 他有一個這樣這個照片的這個App 我把它啟動起來 然後呢我選擇一張照片 我就說有文字的 好假設這一張 我想把它分享到 這個Google Keep做儲存 怎麼做 底下是分享的對不對 我就按分享 然後呢這邊就出現一排 我可以慢慢的往左邊滑 滑滑滑 咦只有這些東西 沒有Google Keep怎麼辦 這邊有個更多 Android通常在這個地方 在做分享的底下 底下如果你有裝Google Keep 底下就會有Google Keep的圖案了 但是Apple沒有 所以Apple怎麼辦呢 從這裡更多點進去 然後呢再從這裡去找 慢慢往下Google Keep 有沒有我就點一下Google Keep 咦他就跑出來了 其實Google Keep在這裡 這塊 上面這塊 你要不要再打一些文字 要不要設標籤 然後存在哪個帳戶 主要是這幾個而已 那如果都不打 你就按右上角這個發布就可以了 發布 OK 那發布發完了之後 那我要怎麼辦呢 來反正我沒關係 我就推到最首頁 我就按Home 推到最首頁 然後呢 我要看我到底有沒有存進去 來 把Google Keep叫起來 點開來 你看 剛才這個名片 就傳過去了 就有了 我要看啊 點開來 名片的細節都在這裡 都可以看得清楚 可以嗎 我再做一次喔 快速做一次 今天 欸多存幾張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再存另外一張別的 來 我從相簿 假設我找這個文字好了 我這個文字 這一張圖 我想把它存到Google Keep去 我就做分享 照片打開來之後做分享 然後Android底下就會 你就會在底下的小圖示 就會看到Google Keep 那個燈泡 任那個燈泡 那Apple的沒有 你就在這排 中間這一排 往左滑 滑到最後有一個叫更多 選更多 然後呢 從這裡底下 慢慢往下滑 找到Google Keep 去點一下 好 那Android也是一樣 一旦分享到Google Keep的時候 畫面大概也是長類似這樣子 有個記事 記事就是說 你想要不要再多打一些文字 說明 標籤 標籤我們還沒交到 我們到時候 接下來要教Google Keep的一些東西 會教各位 那個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會也 牽涉到標籤的分類 這個標籤以後再教各位 那他會存在哪個Gmail帳號裡頭 你看現在這是我的某一個Gmail帳號 在底下 好 其實都不用動 我們直接按右上角 發布就可以了 發布完之後 有沒有真的進到Google Keep 有時候 你其實 放心 其實已經進去了 但是如果我要確認 我想確認 從哪裡找呢 我先按Home鍵 按Home鍵回到最桌面的地方 然後滑一滑 找到Google Keep的圖案 然後點進去 你可以看一下 剛才我分享的 有沒有這個進來了 在這裡 剛才名片在這裡 好 就請各位先做一下分享 到Google Keep 然後等一下我會教各位 今天以後你存的筆記 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我怎麼找資料 OK 來請各位做一下